1月27日晚春代服务2018联合国华人春节联欢晚会 在洛杉矶申盖伯大剧院圆满落幕 历时三个小时的晚会上来自多个国家的演员如群星璀璨 让百年历史的申盖伯大剧院光彩夺目 国会议员赵美新加州中原周本利和加州参议员后 候选人吴国庆等政要到场祝贺 为获得春晚世界杰出华人奖的获奖者颁奖 近1500名观众观看了当晚的文艺人出 一年一度的熏春佳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以传播中华文化弘扬民族国粹 宣传一带一路战略为宗旨举办的 2018联合国华人春节联欢晚会 开场的大型歌舞彩龙舞东风惊艳全场观众 中国著名演员黄格选的一首成名曲《春水流》 把所有的观众带回到那个南望岁月 春水流别把春天悄悄的带走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新京剧领军人物 楚兰兰表演了新京剧片段 西藏雪玉王子嘎让邓真 麦克杰克选的魔法者王杰克选 魔术师刘果南以及 美国歌手蓝墙金豆豆等众多明星的精彩演出 使网会气氛高潮迭起 让现场的观众一人明镜 为表彰华人为世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晚会专门设立了世界杰出华人奖 获奖人员有吴慎教授 新京剧领军人物楚兰兰 505集团总裁辉武 北京信息学院副教授马卫 高级工艺美术师刘洋 著名画家陈红 著名歌星黄歌选 艺术家王小瑞 立院食品集团总市长李彦山等 中美两国的优秀华人代表 国会议员赵敏鑫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和加州参员候选人吴国庆 和桃市市长苏王秀兰和副市长秦正国 深盖博士市议员廖清和 以及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刘达强 西可文娜市市议员吴同怀 拉玛瑞达市长艾迪埃格和市议员 安卓·塞准等20多位政要先后来到演出现场 为获奖的嘉宾颁奖并表示祝贺 今天这一次很高兴大家来共襄胜举 我们也很高兴这次邀请了海内外各个华侨 华人同胞然后来这边一起发扬我们中华文化 然后也弘扬我们的文化 给在这里的海外华人华侨们可以看到 让他们知道这是一年一度华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不要忘记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是在推广在文化这部分 中文文化 让下一代能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华夏电台记者圣诞博士采访报道